其實我自己本身是挺喜歡內地的 我從小都有回來鄉下的 芽芽是東莞 爺爺是佛山南海 其實都挺嚮往這邊的文化 雖然我在香港長大 但是我在內地也有很多朋友 內地給我一種感覺是 很大 大到一個點好像無限大 二年四十二歲的無鮮藝人張硬博 接受一位內地博主的訪問 分享自己在娛樂圈當年來的點滴 當中的提到 其實自己一直都很向往內地文化 而且早在2012年已經選擇回內地發展 結果也來不少網民的質疑聲音 有人質問他 確定是向往內地文化而不是內地市場 還有網民表示 真心不信 除了賺錢的理由 哪個香港人會說自己向往內地 博主就第一時間為阿博平反 他回覆網民說 人家說向往內地文化不是物質 其實阿博出道紙根已經18年 早期他是赤子樂隊的成員之一 2013年他參加內地大型歌唱比賽節目 快樂男星 還篩入長沙賽區10強 童年他又報名參加TVB藝訓班 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在《一屋路有記》當中 飾演的廢青細寶 這個角色令到他成功入屋 開始為觀眾認識 2019年他在大熱劇集 今宵大廈當中 盼著林哥仔一角再度獲得關注 再加上他的外表青靚白正 演得非常年輕 網民更加封他為TVB同眼男神 目前阿博兼顧發展音樂和拍戲 同時亦會有於內地社交網 經常拍片和網民互動 作風低調的他 一直都懶惰外界聲音 只是希望努力做好自己 為觀眾和歌迷帶來優秀的作品